人生在世 天天天 日月如梭 年年年 富贵之家 有有有 贫困之人 寒寒寒 从今天开始 有我呀 给大家讲一部 长篇传统评 沙老师你好 你好 很高兴认识您 我是加拿大美洲电视台的记者高秀珍 今天呢 对您做一次简短采访 我父亲说书之前先说上场诗 说书唱戏劝人方 三条大道走中央 善恶到头终有报 人间正道赤苍苍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有幸请到了 善田方艺术传承人 善惠力来到加拿大多伦多 今天呢 我们会对善惠力做一个简短采访 现在请把镜头对准善惠力老师 善老师你好 很高兴认识 你好 你好 握握手吧 你来加拿大有两年了 两年才来到加拿大 总体你想怎么样 当然了 加拿大不过叫加拿大呀 这个地大物博 地广人稀 天是蓝蓝的 云彩是白白的 真好 尤其它的建筑 还有它的植被 非常好 干净 清新 非常洋气 我感觉特别好 谢谢对加拿大赞美 希望呢 你能多来加拿大 多参加加拿大 我有六年的签证 这六年当中 争取每年我都来一次 热烈欢迎啊 夏老师 而且 这还有 我在加拿大 注册的 以我父亲为名 注册的公司 叫善天方艺术团 前面有三个字 加拿大 加拿大善天方艺术团 对对对 加拿大在前面 对不对 所以我必须 来 在您的感到下 您的艺术团 会越来越壮大 嗯 谢谢吧 借您几言 我也想 把它做好 我也希望你能 经常给多伦多的粉丝朋友们 带来更多的精彩节目 上次讲的 张学霖手 还有山影战旅部 非常精彩 我们都期待的 行 以后 会有更多的舞台 我 能有展示的机会 给我提供更多的舞台 使我展示的机会 啊 这个咱们共同共同创立 互相影响 谢谢 互相影响 咱们是正能量 对正能量传媒 对 评书之上场诗 作者 善天方 演播者 善惠力 说春天 萌芽出土 夏季 荷花飘飘 秋季树叶是 被风摇 冬季 百草穿孝 四字 并成一字 是不差半点分毫 数去寒来 杀人的刀 斩尽世间男女老少 愿我们在座的保重身体 珍惜时光为好 好 道德 道德 三皇五帝 功名夏侯商周 五霸七雄闹春秋 倾客兴亡过首 青史几行明星 北忙无数荒秋 前人撒总后人收 无非是龙争虎斗 博取仲家 巧改古书 我具备一个特长是什么 我能改 我不合理的东西 我能把它变成合理 我热爱评书 评书不仅是我的职业 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它有一种眼 它有一种气场 它老吸引着我 我停不下来 所以一有时间了 我就要干这个事 要写啊 背啊 就好像一种固定的方式一样 你想把它甩开也甩不开 但田方 生于1934年 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大师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人生在世 天天天 日月如梭 年年年 富贵之家 有有有 贫困之人 寒寒寒寒 所以说书人 擅天方 出身于起义世家 外祖父王福邑 是闯关东进沈阳最早的 主板书老艺人 母亲王香贵 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 名镇东三省的著名西河大谷演员 人称白丫头 父亲单永奎是贤师 很多人都想当然地觉得 单天方评书说得好 那是家传的绝活 其实真说起来 单天方小时候 不仅没有得到过父母亲的传授 就连他自己也从来都没有想过 将来会走上评书这条路 人生对某件事情 职业的选择都是有改变的 我也不例外 因为你小 你不知道过去那个时代背景 那个时候就是 不管是说书的 凡是说书的 唱戏的 唱歌的 变戏法的 练魔术的 这叫江湖艺人 江湖艺人 因为奔走四方 1978年4月25号 安山的评书迷们听到了一个好消息 已经离开人们视线十多年的 善田方 将在5月1号复出 在茶馆表演传统评书 随唐演义 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关内关外 借着这个采访之机啊 我先跟大家问声好 我父亲没说吗 就是一个平常人 有喜怒爱乐 一切一切吃五穀杂粮 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人 我现在在加拿大呢 在多伦多 昨天高秀山老师就跟我无限感慨 跟我说 哎呀 我特别特别爱听你父亲 山老师的评书 哎呀 那时候我在农村 家家户户都听 他说那时候还小呢 所以上学回家给书包一扔 半导体家里都不衬 得上别人家去听蹭书去 什么叫蹭书 就像咱当今的蹭网 哎 到哪都问有没有那个WiFi 然后书密码 当年生活家家 谁也别笑我谁 都那样 哎 就证明我父亲评书的一个魅力 那时候我父亲讲话 我们呢 也赶上好时代 哎 就是轻而易举的 就是 就成了名了 我父亲就是 呃 五一年 在那个沈阳 东北工学院 前身就是 东北大法的前身 叫东北工学院 本来是学校的 根据一点 一点 多大 长达 三百二十 后来家庭的变故 哎 然后 在那个叫 《阎归正传》里头 我父亲的作品已经写了 我在这里头书不重续 我就不多啰嗦了 所以高老师呢 跟那个我父亲有很多很多的情节 所以呢 说你父亲要能活一千岁多好 这就是他 这高秀山呢 就证明了很多很多的人 嗯 想叫我父亲多活 哎 永远 录评书 多出好作品 就是这个意思 他说我啊 跟单老师 嗯 虽说是校友 我多想跟他照一张相 甚至握握他的手 哎 这个是我最大的心愿 没达到 哎 人生啊 我跟那个高老师说 人生都有一害 真是啊 我父亲也有一害 就此走上了 我父亲是2017年 是这么说 他要重写言归正传 言归正传是什么意思呢 是他写的一个自传题的 一个写自己家庭的出身 一直为什么走上了评书的道路 本来家里人 瞧不起评书 因为我爷爷我奶奶 都是做评书的艺人 非常不愿意叫他的下一代 再走这一条道路 所以 哎 叫我父亲 发奋读书 跳开 这个说书 这个行道 哎 那时候我爷爷 对我父亲的教育啊 中庸之道 万般皆下品 是唯有读书高 什么都赶不上读书人 你有了文化 有了知识 哎 那个职业 你是挑着做 咱们一人怎么样 哎 那还不是 博人千金一笑 你在台上耍 耍够了 哎 人家还不一定 笑还是不笑 又不能下台去隔着人家 挨着个儿隔着 隔着人家 去隔着嘎着窝 所以呢 艺人 尤其是搞曲艺的 还有唱戏的 没有任何地位 我爷爷感觉 是一种悲哀 叫我父亲 发奋读书 我父亲呢 生在1934年 战火纷飞 后来到了1945年 小日本垮台 他一代一代的属 他说他是五朝元老 所以他历经 小日本 然后大鼻子就指的是苏联 然后民国 一点点往后属 一共是五朝元老 其实年龄呢 并不大 但是这个时代 更新的很快 我父亲经历很丰富 非常丰富 丰富起来 把舍掉的 那些不为人知的 再给他那个书 叫颜辉正传 外传也好 叫什么传也好 要再充实 他说舍去 一共那个书的字数 是45万 他说再写45万 也写不完 可想而知 这个经历是非常丰富 我记着我们家是几阶段的 我五岁知道我父亲 我父亲有阶段 我也有阶段 我五岁 我知道我父亲是说书的 然后等着上了学之后呢 我是 因为我父亲在海乐那时候说书 我记着他跟我母亲讲说 送惠丽回家乡吧 孩子得上学了 那时候是1964年的年初 说孩子得需要上学 不能在外边再奔波了 都知道 都知道善天方在屏幕上有光鲜亮丽的一面 他不知道生活中的我父亲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他喜欢什么 他有什么业余爱好 一听我父亲都是交代评书里头 那些人物一闭眼的就方说大脑袋没鼻子 小片刀 徐良山西味 都是这些 很少很少有人知道 这个生活中真实的我父亲的另一面 再说一句话 我父亲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 跟咱们在座的男人一样一样 就是一个普通正常人 有喜 有怒 有哀 有乐 都有 所以呢 这个高兴时候 也开怀大笑 生气时候 也是 都有愤怒 大大小小 脾气大小 这个不同吧 这个我父亲讲话 他自己说 他性如烈果 但是呢 我父亲很少打我们 记得啊 有一次 先说一会儿 下回分解 那个业余爱好 我曾经记得有一次 文革之前 66年年初 我父亲非常喜 一生有几大喜好 喜欢自行车 喜欢自行车 当然喜欢好自行车 喜欢手表 另外一个就喜欢看书 这是他的几大爱好 这个单说这个自行车 他曾经写了个自行车的博客 我看了 而且点赞的 刷刷刷 很多很多的 而且留了不少言 在66年 那支文化大革命初期 还没被打倒的时候 那时候 我父亲正是 粪笔积书 写大字报 那时候是 没有什么钱可赚的 他有这个爱好 喜欢自行车 朋友介绍 有一个外号叫蓝毛的 这个人 在安山很有钱 另外一个喜欢的东西 也很超钱 他有一个英国的凤头 来里的自行车 墨绿的 带无极变速 就是上桥 或者上轲 不用灯 其实也是灯 他一变速 大小轮盘 哎呀 这个车非常好啊 在当年 是400块钱人民币 1966年 我估计跟现在的 4万差不多 我父亲 花400块钱 买个自行车 那是爱到一定程度了 做梦都想 后来我妈说 你要真喜欢 你就买吧 哎 我父亲把工资 划了划了 哎 真就如愿以偿 买上了他 梦寐以求 喜欢的自行车 这自行车 好到什么程度啊 哎 就是 放到哪个门口 引来众多的围观者 不知道的以为就是 有事故出现了一样 哎 我父亲爱干净 把车擦的被儿亮 另外一个我们也跟着擦 有个擦圈的 哎 有擦飞轮的 哎 擦瓦盖子的 车把 我爸告诉我们怎么擦 还有他那车把上有几个脉路表 听 听引人注目 有 有 既里程的 还有 既卡路里 现在值得叫卡路里 那叫脉路表吧 有那么几个表 哎 然后就反正非常与众不同 他那个车灯 车灯 随着灯的时候 那个脚灯的灯的时候 它是自动发电 那个灯像那个窝头的形状 晚上特别亮 嗯 另外一个 它还有一个红色的波兰自行车 说这个的 当今来讲都是二手的 波兰自行车 非常非常的喜欢 就爱收藏 还有一个日本富士的自行车 我记得是二四的架子 我能骑呀 那时候刚满十岁 我跟我弟弟俩 趁着我爸不在家 去闹革命去 趁着他不在家 然后拿出来骑 那时候那个富士自行车 有一个老人 卖给我父亲 说小伙子 你买了他吧 他已经一百岁了 但是你再骑一百年 他还是这样 有一次我弟弟在那空灯 车在那 灯着我父亲中午 回来吃饭 我们俩就夹 给那钥匙偷出来 偷出来就在院儿给他灯 我就跟我弟弟小声说 我说借我骑一会儿 他不借 不借就在那车上不下来 不下来我一看这怎么办 他骑着 我来虎劲了 来那二劲了 他在那前头灯的正快的时候 我就把车锁 帮夹着一锁 你想想 能到什么程度 那个轮子 轮子正在运转 我这一锁 只见车条 哗哗哗哗哗 就跟那个光似的 咋咋咋咋 应声耳落 然后就傻了 我跟我弟弟全傻了 他也不齐了 我们俩这回是 共同 和弟对付我 怎么对付父母 我也吓哭了 我弟弟 我说 我说就怪你 你要叫我骑一会儿能吗 我父亲 我弟弟说 谁让你 这时候 那意思 把这个锁锁上了 那车条 能受得了吗 我们旁边的邻居 看着 哎呀 这俩孩子 你们俩可惹了 大祸了这回 你爸最邪恨的车 你看看这瞬间 车条还上两三根 惨极了 后来我跟我弟弟 分头都跑了 哎 来家里来了客人 我父亲给立的规矩 来了客人 该叫叔叔叫叔叔 该叫大爷叫大爷 哎 来了 必须站起来迎接 哎 走的时候 必须送到门外 这是定的规矩 另外一个 我随着我们 岁数大了之后 我父亲对我们讲 说为人之道啊 哎 一顿 一定要 团结 哎 一定要有热情 对人 另外一个呢 冬天呢 你要得像一盆火 夏天呢 像一把伞 给人送去了 哎 清凉 哎 遮阳 做人一定要这样 才能成功 当时呢 不理解 我夏天坐一把伞干嘛 冬天为什么要像一盆火 我父亲只是把这话说了 但是答案没告诉我 那时候 那时候上小学 也四五年级了 但是对这话不理解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 也成家 哎 也为人 为人母了 哎 生贺 嗯 领悟 父亲 没事灌输我们点儿 哎 这个心灵鸡汤 哎 为人之道 哎 夏天 那么热的时候 哎 撑着一把伞 给人 给人 遮着 遮着羊 哎 感觉到处处是为 为人着想 所以呢 哎 这叫更多的人喜欢 哎呀 所以这个我父亲呢 怎么就是业余生活 他喜欢什么呢 刚才也也说了点 哎 喜欢自行车 喜欢明表 都是好表 另外一个最喜欢的 就是看书 因为他说书啊 需要的知识 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他说的这个 上下五千年 嗯 有东西汉 说的这个战国 哎 还有这个 以及这个 三国之类的吧 各个朝代 他都需要 而且呢 随着这个 粉丝的需求量 哎 还有对号入座 哎 老爷子说出来的 就当 真实的历史 我往里头 哎 往里头对照 所以我父亲说呀 哎 在原有的历史上 哎 这是合理的夸张 合理的演绎 所以我父亲呢 哎 他讲话 业余生活 很枯燥 不会灭的 看书 哎 写书 然后录书 就是这几个 这是加拿大美洲电视台的特别的节目 我是你们的著名主持人小珊 在我旁边 是我非常好朋友 我就是 我结婚 应该可以这么说的对吧 I love you too I love you too 所以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爱我的话 就是你可以给我们一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好的 先表示感谢啊 对我加拿大的友人 嗯 这边坐的是小山 I love you 这边坐的是大海 I love you 同样 I love you 我叫莎桂莉 我的英文名字叫莉莎莎 哎呀挺好 与时俱进了 所以你已经记了一个英语的名字对吧 记得 莉莎莎对吧 对对对 挺好 所以就是我可以问一下 就是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东北艺术家 对吧 其实所以你可以跟我们绝聚一下关于你的那个东西 你可以做什么东西关于义莎家来说 可以吗 这样啊 我父亲说书最具代表性的 嗯 莫过于上场时 嗯 说书得开篇 先说说我自己的心情 好 一日离家一日深 好比呼咽素寒林 虽然此处风光好 还有思乡 一片心 哇 哎呀我已经 挺好 我已经想家了 我觉得挺好 哎另外一个啊 这是我自己一句 嗯这个什么顺口溜吧 说我父亲一个上场时 开书必说的一个 说说书唱戏 劝人方 三条大道走中央 善恶到头 终有报 人间正道 是仓 三 哇 真好啊 谢谢谢谢 谢谢赏试 谢谢你 所以就是我就是你提了你的爸 就是你爸就是一个非常出名的说评书的就是艺术家对吧 所以就是你可以跟我们说一声 因为很多人就是可能可能不太认识你的爸 所以就是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你的爸闪天坊可以吗 可以 那个加拿大人啊我估计啊不太认识但是华人必须知道必须的必须的 所以呢这儿呢也有我父亲很多很多的粉丝 恩多粉丝 恩 所以啊这儿也喜欢评书 有的华人到这儿非常寂寞 恩 用什么打发时间啊 啊有一个熟悉的声音 恩 忽然听到有一个熟悉而略带沙哑的声音 说隋唐演绎 童林传哎然后三国演义 还有童不是童林传说过了啊 这儿是小熊 很多人啊 以及一切一切 110起步挺俗的 嗯 哎 飘着停 所以我好久吗 就是你是一个东北人对吧 所以你是东北哪里的 嗯 东北 我生在东北的刚刚二十三市 二十三就是咱娘对吧 对对对 现在在首都北京 哇非常好非常好 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如果你可以就是啊 表现就是你的特殊就是什么特殊啊 就是你可以表现的话 你可以就是表演一下就是 刚才刚才表演了 刚才表演了 还有别的吗 嗯 差不多都是这个大同小的 是这样子 那我非常高兴你从中国来到我的那个老家 加拿大 就是跟我们啊 同样啊 就是对跟我们一起就是采访你 我非常高兴就是 所以就是我希望就是你会中国的时候就是一路平安好不好 也必须一路平安 所以非常高兴啊 非常高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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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你 现在还能整 intellig吗 棉下夏宇门 在画环» 我都打个轮以后 有一方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